现场追踪一岁男头一遭18岁生母虐待,记者走访三口之家居住地,最近一个孩子的遭遇牵动着众多网友的心。 目前成都市皮都区警方已经对此事立案侦查,经过多方求证,记者找到了一家三口的租住地点,成都市皮都区安静镇临湾村。 据了解,事发前一家三口就居住在临湾村众望街附近一栋自建房三单元五楼的出租屋内。 事发后,街道和村上的工作人员多次上门都没有见到孩子的父母,从附近居住的居民口中记者了解到,他们平时都很少和这一家人接触。 曾维涛表示,下一步,临湾村村委会也将在辖区内加强各类活动宣传,积极宣传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尤其是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增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意识,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